哈囉 大家好 我是白龍學 白龍學 這台車 要來做個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白龍學 不曉得要把它翻新 還是要是報廢 因為它現在也是 產子也是報廢價 啊然後 問題是 汽油幫浦它現在完全夾住 夾屎你如果說不報廢 你也沒有辦法動 然後你把它修的話 汽油幫浦隨便一刻三四千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有去 上一集有去先進車院那邊 有去用那個超音波 要把它洗 現在這隻我要把它拆起來 因為它裡面這個軟管 之前有拆過這換起來 這條鋼 就要五百幾塊 要到六百 因為這是耐龍的 然後這個 基本上裝一次之後 它就拆不下來 所以你現在如果拆起來 這個原本是 我記得這附廠的 附廠的它下面就是有一個東西 它夾住這個部分 這不知道到底在做什麼 你知道嗎 它夾不出來 這個蒸外的密合度不好 然後這個 裡面齁 那一顆應該是很髒 所以我跟它應該也是要拆起來 擦一擦洗一擦 因為 你如果說這顆直上換上去的時候 它根本這個 我也沒有辦法用 齁 然後簡單講 花錢的時候 一定能修好 但是 我在修理這台車 我沒有要花錢 你知道嗎 要嘛就是花到最低的錢 因為它只是一個報費 一定是殘殖價 好 不管怎樣 用最低的成本把它修好 如果真的修不好 就報費了 加油 來 先進來裡面 這個 再弄的話很簡單 這個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敲敲敲 敲起來就好了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拿掉 它是確定 它比較硬裡面的夾屎 這個你就把它拆起來 我很討厭 有什麼氣溫溫的東西 好 然後這個先放到旁邊去 然後這個 這個可以把它卸掉 這個卸掉 原來 如果不適合 奇怪 這個拆的時候 先用槓殼把它清乾淨 好 開始了喔 我很討厭跳 這邊是我最討厭的地方 好來 好 我們先把這個 束環拿掉 其實這個束環完全不住 我剛剛在拆 看來 它好像 根本完全 都幾乎沒收的感覺 奇怪 這我的氣我之前都不太透過 很奇怪喔 好 這一般來說 它硬化 這要聽不聽 欸 有打油過 奇怪咧 拔掉 這很難用 來 整個汽油的味道 都變成塑膠味 整個焦化 這要注意 這要注意 這我拆不好就適合了 這個部分 它這很會 很會拆一下適合 我現在 實力在這場 完全不能花到錢 媽的這個 很難用咧 沒有一支比較正經的 沒有一支比較正經的 就是頭 我媽的這個 工具弄錯 那超難用的 它就不能掛掉 掛掉的有 它會太短 想辦法拿掉 它剛好在這邊 這樣這邊比較好刷 因為那個 施力的部分不好施力 靠北有氣油過 怎麼這樣 不知道 這時候老了之後 把它噴乾 繼續啊 最快速的方法就是 直接把氣油噴出去 好安全起見 這個拿下來 我們直接鎖上 然後這個 我們就是 要把它敲掉 好 這 好 我實在很討人 跳這個地方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車 沒有開 這邊又很容易壞 這我已經剛剛有敲鬆了 這個前車組可能換過 有一個鐵頭 正常這個是塑膠的 好 然後這個鎖膠的 再來 好 這裡又是鎖膠的 起來了 好 這個地方是要不要聽 非常討厭拆這個地方 好 一樣 我們現在把它 吹乾 才不會掉那個東西進去 先這樣 放下去 好 然後 好 油不起來 我去沒有拍什麼 我去裡面有很多 人家說那個 汽油幫浦加滿 油幫它加滿 比較不容易壞 沒有用 因為每次都剛才 都在加碗上才好 這 這條怎麼不太奇怪 這條怎麼不太一樣呢 旁邊好像有這個扣子 奇怪 對中的 這對中的 這隻不一樣 你們那些油又這麼多 油又這麼多 我跟你講 安全起見 先抽一些油出來 所以人家說要加滿油 比較不容易壞 我已經連試三次 都是加滿油壞掉的 所以 那種化有貨呢 不太相信 好 靠腰不夠長 好啦 先這樣 靠腰這麼短 那邊可不可以長一點 對嘛 這樣會怎樣 嗯 嗯 怎麼抽不怕 它這不會紅膝耶 奇怪 我這個是 我這個是一次壓一次壓的 好 沒關係 先把那個 小桶先加滿 我每個人都剛才 我覺得這個很危險 這個東西真的很危險 先抽一些油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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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這三角的這個拍天還要靠白 老師不小心火苗咧 火很燉爛啊 油這麼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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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只要用打火機去下去 好 OK 所以你看這個車這樣 處理很麻煩 好 把它鎖上去 好 好 趕快拿離現場 好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賴符耶 真正 好 放在空曠的地方 這原著有變形的 不知道啊 好 接下來這邊 這邊 這邊要聽還是比較順序 它這齁 有一個角度 這有一個角度 要放的很難放的 我會記 唉唷 等一下這 還有一條火油管 不是 我會記這沒那麼難聽 來這個 橡皮圈圈拿起來 它這有一個角度 要放的很難放的 這我真正知道 來 這個先拿掉 喔 錯了要命 這有一個角度 這邊是 這邊是軟管可以先上來 這條管子要500 好 好拿起來之後 它的方向我們剛剛也是先對好的 好 好 好 然後汽油幫浦 它這不知道要怎麼調香 說 不算會記 靠腰 這個怎麼拆呢 我會去旁邊翻起來 翻起來之後 喔對 三爪 拿起來 啊這一個它是塞進去的 所以我記得這邊是 硬這樣扯扯扯它就起來了 好 如果說這這台車齁 熟熟的 這樣是說這個 拍拆要靠腰 應該是大 喔 媽的 到底是什麼用 這條火油管在這裡 我讓它來看看好了 好 好 我看這台去旁邊有 好 它跟酒吧就不一樣了 它跟酒吧不一樣 它有個火油管這個 插進去 哇它這裡也 邊來邊來 兩個這個是塞住 好 現在火油管去打掉了 喔它這裡 這幾個這個火油管 你看 好 這個部分 這裡去打掉了 現在這到底是幫它拿 兩爪 抓起來應該就好了 對啦 它這裡現在吊的 哇我看這有夠難打了耶 我看這台 鐵不起來補位好了 很可笑 噢 很難鐵啊 林老師耶 噢媽的咧 好難拆 這鐵絕對會畢業耶 這鐵絕對是怎麼差啊 噢 手就硬了 噢 這 多一個火油管 這鐵絕對是鐵絕對絲絕對 我看這台這鐵絕對絲絕對 這啦 變過來 應該是這樣鐵絕的 噢 這我是完全不會鐵 非常討厭拆這個東西 完全拆不到耶 它沒有完全跳不到耶 噢 這樣 劍在懸上啊 噢 漂亮 那就是單手 沒辦法啦 怎麼在搬水器的 好拿起來啦 噢 太夠垃圾 來我們這個先拿開 噢 來我們來看一下 噢 裡面的鐵絕有夠多 然後它 噢這個 火油管它沒有影響 好這樣好 噢 這鐵絕把它丟起來 來接上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要把它吸起來 歷史性一顆放大 唉唷這也不是鐵絕捏 吸過來 沒關係 油先抽乾好了 好 油先去丟沫 那個後來再進去擦好了 好 油瞬間滿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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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實在很討厭 那種東西 所以我跟你們講 那個 說到加滿油 雞肉胖脯不會壞 那是騙人的 噢 我現在告訴妳們聽 我幫妳鎖定 妳沒有假摩 沒事 要現在假摩 大家都這樣 這油稍微變一下 等一下沒關係 把用水做個錯誤的示範 把那個油加進去 開始洪溪開始動啊 我的包就沒錢了 什麼都有了 完畢 再去搓 再來再挑 它這個沒有洪溪的 沒有洪溪就要這樣 我是覺得搓乾會心理 心理上會比較安全 但是麵道裡的油湯是倒這麼平的 倒這麼平的挑 挑往我的腳再把它洗一洗 把它切開 你看 油走過 你看 它好像隔壁的油會走過 所以這硬碗挑不完 不要啊 因為我裡面的我的機 裡面的油不止這些 那些兩邊的油湯是相同的 沒關係 應該用一個東西把它蓋住 沒關係 盡量把它抽少一點 你看 是不是一直過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硬碗挑不完 沒關係 夾挑一盤 怕這瓶要8個子 好 先這樣啊 轉眼睛快抽滿了 先找個蓋子蓋起來 先找個蓋子蓋起來 要先封起來 喔 目測 這個筒面 這個應該可以 喔 因為那個 它裡面這個有 這個無雜完全抽完之後 風呢 你老師太大 還可以 這個還可以撒起來嗎 欸 是也還好啦 可以喔 這樣 這樣 你娘這個剛才完全做到 所以這個 黃金比例真的做到這樣 看很討厭 插一鍋鍋 快點 先蓋 好了 再去哪 這個最剛好 但是這個 就放這些垃圾 啊 我找到了 這個 這個 這個一定可以 但是這個不知道 縮到不知道用的 應該還好 然後 這個 把它 套上去 喔 可以 這樣先把它封起來就好了 要不然那個油氣起來很危險 好 暫時拿開啦 這待會比較清清的 你看 有沒有 這樣子 裝好 扣上 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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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我很聰明 然後這個再 蓋著 好 眼尖第二桶 好 接下來這個部分 我們要來看 這個應該是完全 接著應該不可以 他還做這個 對 他做這個 會有壓力的 這個不曉得要幹什麼 因為這個結構 照說是沒效的 真奇怪 好 因為這種管子 你如果是扣掉了 你就 就沒救了你知道嗎 好 這個 這個是負極 這個比較大的正極 我們拔掉 我們要來接電了 我們要來接電了 這樣 這個嘛 對不對 這裡有房呆 對 這裡有房呆 對了 差不止蜜 吃不止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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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烤腰 烤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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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 這樣 用這一個 不知道 會太強 不管他 這大部分 就是 像先前說 就過了 他這正常 這正常 這正常 這可以洗 我去這個可以 不可以洗 他這個 是普丹 普丹 有怪怪 這也可以順著清清 好 好 這不知道會太狡猾 這小的 小的 小的小的 看你的作法 你會不會動 就看你的造化 我是 基本上是 想救你的 但是你如果不賞臉的話 你就去報廢場吧 來喔 不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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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錄影 大 我在錄影 啊 完全下課 加死它 有喔 加死有喔 好 沒關係 先清一下 完全咬屎 我們先用 那個 泡沫式的清潔劑 我們試看看 正常是要送去 超人泡了啦 但是 要用那個超人泡射 但是我看 我先試看看 啊 如果不行 這個再想辦法拆掉 因為他這個下面你看 太髒了 好 來 啊這脈子不聽一下 你聽下去它會打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這就是 鋼的鐵匣 老的鐵匣 你知道嗎 啊 先說我沒有老 先這樣灌 讓它搖一下 啊看燉的幾乎 這個就是裡面 剛好有那個垃圾去夾 你知道嗎 去夾 好 泡沫清潔劑 基本上 要動的機會應該是不大 應該是要再 照先進車位才會 因為我 上一次去洗 因為這種 你如果在牆裡你就輸了啦 它這個拆上去 你風不檢會內漏 你知道嗎 它會來勞 啊這 不知道洗到裡面 也不知道 這樣 讓它動一下 好 大概 經過了 三分鐘 啊這個拱拱 你看看 基本上是沒差 沒差 沒差好 好 啊應該是沒差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用 來換這個 槓客 這個我們先 這個我們先 這個沒有鋼音波 洗不出來 洗不出來 完全洗不出來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哦 我來看 直接前往先進車位 比較快哦 我覺得 好 泡沫 再來一次 泡沫 比較溫和 啊 但是泡沫要走 我感覺 走不進去 好 來我們看 會不會動 再試一下 來 把它翻這樣 好 這邊是正極 正極 負極在這裡 如果燉過 燉過我就贏了 先感謝這個雨鞋老闆做這個 很好用 先感謝這個雨鞋老闆做這個 來 好 來 好 這樣可以 好 要燉下去 這是一定要的啟動 不可以 好 現在 待會再掛鋼喔 再掛鋼喔 再掛鋼喔 不可以 這不可以有太久 好 我們 直接前往先進車頁 為什麼 不要直接 把那個管直接上 因為這個鋼 我跑不起來 你知道嗎 這個它是 奶龍的 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先去那邊 你如果說小小的 卡丁無厚 卡丁無厚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用那個 熱風箱 或是用那個 槽機去蒸 蒸 蒸的 因為這個它好像是 也是一次 一次做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部分 要很注意 這空間 這實在很難倒 很難倒 油表這 這也要下去 出發啦 非常好用 OMG鎮燕季 影片下方 點進去 TOKIA專儲追電部 大燈拋光好用 近戰實測 哇 所有功能一次搞定 這罐 380元而已 下單為止 把東西 有用有保備 沒用 媽的這個東西 真的 好用到你會怕 你